新冠肺炎思虑全球一年多了 那虽然美国的总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 还是排在全球第一位 但是在展开疫苗接种计划之后 美国无论是确诊或者死亡人数呢 已经从高峰回落 疫情趋向好转 反正是排在全球第二严重的巴西 才是目前疫情发展最不乐观的国家 根据巴西卫生部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地在三月份有66,5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 死亡人数是去年7月疫情最高峰时的两倍 目前在巴西各地不止医院人满为患 医疗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现在就连殡葬业也附和不了每天的死亡人数 在疫情最严峻的圣保罗州 殡葬业者不得不挖掘旧坟墓来埋葬新的尸体 巴西的新冠疫情再度恶化 重灾区圣保罗的殡葬业者不得不加速清空老坟墓 以腾出空间来下葬新的尸体 从高空往下看 身穿防护服的挖粉工人 正在墨园里敲开以及挖掘旧的遗体 再把大批遗骸牵葬到其他地方去 到了夜晚 殡葬业者一刻也不得闲 靠着几盏聚焦灯 那工人快手快脚地完成下葬工作 现场也只有少数亲属到场 眼看巴西的疫情迟迟不见好转 民众纷纷表达他们对政治人物的不满 巴西疫情大反弹 对经济再度造成巨大冲击 那民众面对没有固定工作 居家隔离又会失去收入的两难情况下 就只好梦险出门逃生活 由于防疫政策严重影响经济 因此巴西总统布尔索纳罗 是直接呼吁各州政府 尽快解封允许民众晚出工作 这种政策吗 我解采了 这种政策的则律 与雅 的断向逃利 风险扶持有阻力 要雇用不定 我向所有的政府拖延, 保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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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随,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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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